剛才主編骨不痛 要解決這個問題 看到主編一個非典 然後看到一個草地上有個人 拉了一個蟹 類似像風箏蟹 他們那些人很想像控制風箏蟹一樣的抓到非典 像控制風箏蟹一樣的抓到非典 但是他們實際上手上沒有風箏蟹 沒有風箏蟹 到處想抓 如果能抓到這個蟹 所以也就抓到救命稻草了 為什麼 他們要搞商業化硬作 要搞商業化硬作 搞商業化硬作的時候 要不要一套理論脾氣 但是目前來說 他們是像無頭昌英似的 像無頭昌英似的 像無頭昌英似的 到處想能夠找到一點信息 但是在茫茫人海當中 在各個地方找 沒辦法找到 突然一下子聽人家講 那個酷異重症 能找到這個線索 一開始他們沒當作為止 因為適時而非的東西 聽多了 見多了 但是突然說講到啊 台風的事一下子消失掉了 啊 還是這樣的事情呢 這個可不是鬧著玩的 有沒有消失 就這幾天的事 一聽到這個靠譜 這麼靠譜 這個靠譜一個 馬上請這個北京的老太太 加上來 她想如果能抓到這個的話 那就源源不斷地 就拿到信息了 他們知道 以後這樣的人 只是他們還沒抓到這方面的信息 他們還沒有抓到這方面的信息 所以啊 所以啊 他們如果能力 聯繫到酷異重症的話 那就是抓到救命稻草了 抓到救命稻草 好 後面酷異重症 總統統打交道 不要告訴他們太多 要露一點點出來 不要告訴太多 不要告訴太多 讓他們要為了酷異重症轉 這才叫商業 要為了酷異重症轉 不是酷異重症圍著他們轉 明白吧 這就是要點 這就是要點 牢牢的控制住他們的手 他們要封針 拉住這個線 想拉這個線 你要控制住他們的手 要抓住他們的手 抓住他們的手 抓住他們的手 不要讓他們知道太多 不能讓他們知道太多 但也得讓他們知道 有這麼個體系在 這樣才能利用價值 如果錢都不藏在肚子裡邊的話 他們也不知道 你錢過了 出去的也不行 所以講 後面要注意分層 不要講太多 也不要什麼也不講 說一半 留一半 後面錢就遠遠不遠進來了 這就是技巧 這就是技巧 而且人家說要精妙 還有其他的思想 多的 多的 收一半 留一半 不要重重 講得太多 這就是商業 商業就是這樣硬做的 好 至少在這裡 後面就不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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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的話 從此走向世界了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